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台中捷运绿线 其中被爆料六个车站没有双向逃身梯 不符合消防法规 对此市府公开回应 说台中捷运车站初刊都没有问题 市长卢秀燕也强调力拼年底通车 记住安全第一哦 台中市府公开台中捷运动漫短片 用卡通来告诉民众 搭乘台中捷运的注意事项 市长也来分享这个手势 重要的手势 这个手势是什么 我们大家一起来举好吗 我们待会拍照 安全第一 用手指笔除一代表安全第一 没错即将在年底通车的台中捷运 安全特别重要 但却被爆料 捷运绿线18个站 其中六个没有双向逃身梯 不符合消防法规 但因捷运站属特种建物 才勉强合法 其实安全堪律 之前初刊时就曾模拟 如果遇到火灾要怎么逃身 实际直击台中文新森林站 的确有两个逃身梯 但却被踢爆有问题的六个没有双向逃身梯的捷运车站 几乎都与其他建物共够 交通局长这样解释 目前捷运要开通 要通车的相关这些捷运的空间 它是独立的消防检查 那独立的消防检查 当然都会依据相关的法规规范 必须要符合要求 市府强调捷运绿线消防安全符合国际标准 车站是否有双向逃身梯不是关键 重点是多久时间内把旅客疏散到地面 同车前爆发消防安全问题 市府不敢大意 一定要所有消防安全建管通过 终结才会接手 力拼年底同车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